西奴不爱世人 所以说你西奴绝对不爱你 我说我肯定的不爱你 最后我告诉他 佛家讲慈悲 你们基督教讲这个神爱世人 神是抽象的 空洞的 神怎么爱世人嘛 那佛菩萨怎么慈悲嘛 我说必须要懂得 神知人员 要把神的爱心发扬光大去爱世人 你们代表神爱世人 这就对了 佛弟子要把佛菩萨的慈悲 乐视在自己身上 对一切众生慈悲 这个就是真正 佛神教导世人的意思 不能把意思错毁了 错毁了人的迷信 你的感情 你智慧没有开 这个世界慕斯就给我变成好朋友了 我每次到日本的时候 打个电话他就来了 所以慢慢的时候就变成一家人了 真的是 这是很难很难 转过来的 我们用山桥方便 能把他的这个错误观念转过来 心量扩大 今天我们不要考量 我是哪个国的人 我是哪个地区的人 今天我们头一个念头 我们是地球人 我们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希望地球上 所有一切众生 红目相处 希望大家是平等对待 不平等就不能红目 所以我常常提倡就是大国跟小国要平等 富国跟平国要平等 我们要帮助平弱 全心全力 照顾他们 帮助他们 教导他们 不能够对立了 所以化解对立了 从事活平工作的人 头一个条件 把自己内心里面 对一切人 对一切事 对一切物的矛盾 对立 这些东西通通化解 化解之后 你才晓得 你的身心自在 没有忧虑了 没有烦恼了 没有得失了 然后 如果道跟德就相应 如果道德相应之后 你的智慧 你的佛德 这佛家讲的是智慧德相 德是德能 相是相好 只有天天往上增长 这个就是符合于大自然的法则 跟大自然生活成为一品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了 所以希望诸位同学 留意于中国传统的教学 深险的教诲 决定不是明信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刚刚与这些从事 与和平工作的人 这一接触 一接触的时候 他就觉得我们的东西 值得他们思考 值得他们研究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开端 是不是时间到了 没有 这时候我在此地 劝导同学们 我们知道世界和平 与我们自己的国家 与我们自己生活 息息相关 那么这些事情 我们能尽到一分力量 我们都不能够退协 尽心尽力 去从事与这个工作 可这工作做得非常辛苦 古人讲的话 我们常常想到了 要自己勉励自己 所以圣人呢 常受天下之责 天下人责备你 毁谤你 无辱你 骂你 二无责人之心 我们要学着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决定没有 责备别人的意念 我们能够承受 他为什么会责备我们呢 他对我们不认识 不了解 我们为什么不责备他呢 我对他认识很清楚 很了解 所以我当然不会责备他 他要是明白了 他会赞叹 他不会责备 所以要向古圣鲜邪学习 要从自己内心做起 那么我在澳洲 办了一个佛教的 进宗学院 这个学院是今年才开阔 今年一月才开阔 我是两年基础办 要求做什么呢 要求学地质规 好像现在国内的时候 小朋友念地质规也多了 念没用处 讲也没用处 要做到 这个是真正教育的根基 顶顶顶顶地质地 我们小时候没学 现在要误补 念念 你真正能做到了 我要求主要三样东西 第四规 道教的太上感应品 佛教的沙弥略义 十条戒 二十四门为一 念念当中一定要做到 做不到就淘汰掉了 所以两年教育学做人 澳洲政府告诉我 他们计划在十年之内 引进新的移民两千万人 那么澳洲现在居民的只有两千万人 在以两千万人来的时候 就是增加一倍 所以我跟他们的移民部长说 我说这么多新移民来的时候增加一倍 你们的社会问题有问题 社会不是像现在这么样的安定好平 他说对 他们也想到 我说我有个办法帮你解决 他就很用心地来听 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澳洲 现在有三十九个大传学校 利用学校的设备 寒假暑假了 我们来办讲座 办短期讲座 时间是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 第一 扩程讲什么呢 就讲平等对待和母相处 我们怎样旧的居民跟新的移民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信仰 怎样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 平等对待和母相处 就叫这个扩程 他听得很欢喜 他说这个扩程好 这个扩程将来交了之后 他说年轻的学生一定会来学 他要不学的话 将来公司老板要雇人的话 他一定问你有没有学过这个扩程 你有没有学过这个扩程 他不娶你 他不娶你 这个好 非常好 所以我跟他们总理见面 也谈谈这个问题 这个扩程重要 人与人的关系要摆在第一位 其他的都可以摆在第二第三 人与人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说澳洲 带头来做我们利用寒书家 来办这个扩程不收费 男女老少 什么人都可以来报名来参加 来学习 那么但是开这个扩呢 那需要私职 所以私职我们现在就要准备 就要在大学里面开这个学习 招收这个学生 将来这个学生专门担任这个扩程 这个扩程是长期的 不是短期的 就是教人怎样做人 那么这个内容呢 注意就清楚了 我们儒家的伦理道德 你也是把中国这些东西介绍给他 他们不一定有兴趣 现在人与人交往这个关系 他们非常重视 社会安全问题 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政府都非常重视的问题 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下手 是有几个国家带头来做的时候 事情就好办了 那么这个最近几年 印度尼西亚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 他们这个国家 有两亿两千万人 信仰伊斯兰教的 占全国人口八% 那么还有信仰佛教的 基督教的 天主教的 印度教的 占少数 后期来信仰宗教的人占全国人口是95%的样子 这么大的一个比例 所以我去访问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国家有前途 他们都很痛苦 我去的时候他们国家邀请我的 所以这是下了飞机就到总统府 这个副总统他们国家几个部长就在那接待我 我就跟他讲你们国家有前途 你们国家好教 他说为什么 信神吗 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很难办 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 而且他说有些还有少数排斥 所以信神的好教 我说教今天 一定要讲解今天 他们国家有宗教部 部长给我也是老朋友 我就告诉他 你这部里应当要设一个宗教教律司 来推动他们国家是五个宗教 五大宗教 来策划推动宗教教 每一个宗教里面选个三五个讲师 来讲解今天 教人怎样依照神圣教诲去生活 去工作 去处事待人节目 我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教学的方法呢 用电视 国家办就好办 国家电视台 拿下一个这个端用的频道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的传播 我说你这个国家一年 是很干净 所有这些纠纷都没有了 所以是信仰宗教 信仰神圣教诲 容易办得多 如果印度尼西亚 真的能够把宗教教育搞起来了 由这个媒体来传播 每一天用电视 来教导全国的人民 这个计算要很多经费 你培养这么多师资 不容易 人力 物力 财力都不容易 你只要培养 每个宗教培养三五个人 我们用一个电视台 就能够教化全国的人民 他们的复原也很大 岛国 全国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 所以很不好搞 所以利用这种远程教学 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 我跟他们谈的很多 给他们国家的领导人 宗教的领导人都能接受 所以这时都能够向这个方向来走 我想的时候选举之后 他们七月选举之后 我要来推动 要把这个理念来落实 为什么呢 这个地区如果是安定和平 对于整个亚洲有好处 对整个世界起无反作用 所以在先天条件好的姓神 所以我现在在学古兰经 要跟他们交往 他们没有人讲 我也可以讲古兰经 我过去在新加坡 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 现在光碟在天主教流通 很热烈 我说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 我说那次讲的 因为受时间限制 好像是三个小时 讲这部件 我说讲的不够详细 如果真正大家欢迎 这天主教徒欢迎 我说我一定会重新 好好地来讲一遍 可以用十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把这部件讲出来的时候 来供养他们 这个都是我们要帮助别人 要了解他 要认识他 最重要的是真诚地爱护他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宗教不可以比较 人家说 你这么多宗教比较 不可以 宗教都是神圣 我们是凡人 怎么可以批评神圣 他有这种资格呢 我说我们接触宗教只有学习 每一个宗教的神 都是我的老师 一律平等看待 我是佛的学生 我也是耶稣的学生 我也是真主的学生 统统一律平等 拱进 一律平等 学习 我能学到真东西 才能够把许许多多神圣 融会贯通 那我自己的收拾啊 那我自己的收拾啊 你们当中有误会 我们有误会啊 我能帮助你化解误会 这才真正是消除冲突 促进南京后宾 希望同学们能够有这么一个新的方向 新的思考啊 我们共同落地 这个是需要拯救今天这个动乱的世界 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需要真正的发大心的人 学习为人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 这一生呢 有意义 有价值 不为自己 为这个苦难的众生 帮助他们化解冲突 真正带给世界的安定和平 能不能达到 那是众生的佛报 但是我们真诚心去做 帮助这个众生呢 使他们的这个物业 慢慢地化解 灾难降低 他们的佛的因缘慢慢地增长 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不是做不到的 好 我今天跟大家说的呢 报告的就到此地 刚才静孔大师的这一个开示开讲啊 大家听得都非常欢喜 通过这个大师的这个开示和这个演讲呢 大家可以看到 大师像光风济月的胸怀 非常的这个开阔 非常的这个仁厚 和这个非常的宽容 那么我想可能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学生 还不太熟悉 静孔大师 我这里稍微再补充介绍一下 静孔大师的俗名是 徐彦宏姓徐 安徽 卢江人士 生于1927年 那么他是1949年去了台湾 一直研读 经史 古文文学 在这个出入于诸子百家呀 各个方面这个包括西方哲学和这个东方的哲学 那么 那么先后追随过方东美先生 张家大师和李炳南居士 来研习这个佛学 达到13年之久 那么到了1959年的时候呢 大师就在台北的这个元山宁祭寺剃度出家了 那么受居足界 在出家以后 广泛的在国内外弘扬佛法 讲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教中间的一些经典 像华严经啊 法华经 金刚经啊 六祖坛经 等等这些大臣的经论 那么 一直到现在可以说四十多年没有间断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没有间断 对 四十六年没有间断 而且大师是首开风气之先 就是使用了最现代的一种传媒视听手段 用这种东西来作为一种弘扬佛法的这样一种教育方法 大量的制作了佛法讲经的录音带和录像带 然后分送到世界各地来弘扬佛法 那么而且大师对佛教这样一个词 还有一个新的证明 就是什么叫佛教 什么叫佛教 是佛陀教育就叫做佛教 因此大师这一生也是以这一个用佛的精神 用佛的教育来融贯 刚才大师说的世界各种宗教的一些经典 一些教育 然后对众生来进行这一种教育 来破除迷信 启发真挚 然后使我们众生获得一种辨别真望正邪 是非和善恶厉害的这样一种能力 建立起一种理智的 大觉的 奋发的 进取的 乐观的 向上的 这样一种慈悲济世的人生宇宙观 来圆满地解决我们众生的很多一些痛苦 和我们世界的一些面临的很多的一些困局 那么刚才听完大师的这个讲演以后呢 我想有几个问题要向大师请教一下的 就是因为听到大师的演讲以后 我马上想起了大师过去的这个夜市方东美先生 那么方东美先生的书呢 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是认真的拜读过的 方东美先生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天马行空式的 这样一个哲学大师 而且他的学术知识 他的那个学问 知识 融贯东西 而且具有一种诗人的激情 具有一种诗人的激情 那么方东美先生的话 他的哲学的核心就是 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 由这样一种哲学扩展到文化领域里头以后 因为方东美先生后来大量的工作 其实是一个大文化 做一个大文化的工作 那么他需要了解我们世界上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文化 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到底他们自己的本身的特点是什么 他们中间有没有一种共通的可以互融互补的东西 然后把这种东西合作起来以后 然后方东美先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愿 就是想要建立一种理想的世界文化的这么一个蓝图 那么他就努力地想在各种文化中 就寻找一种他称之为叫做共命会的东西 找到这种共命会的东西 然后建立一种融合的 互融互补的这样一种文化 那么刚才我们从静空大师的演讲中业 也感觉到了大师的这样一种抱负和胸怀 那么我想的一个 我向大师请教的就是 您觉得就是方东美先生当年提倡的 这种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的互融互补 然后找出这种共命会来建立一种理想的世界文化的蓝图 可行吗 可行 可以做到的 因为这个理念不仅是他一个人 现在有很多的学者都这样地寻求 因为事实是一个很好的增上源 那就是资讯发达 交通变迁 确确实实地球真的是变成地球村 你想想我们在过去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虽然还没有民营的航空 我们从中国到美国坐船要一个多月 现在只要十几个小时 听说最近要发明快速的飞机 速度比现在要增加一倍到两倍 那么换句话说 从中国西岸到美国的东岸的时候 一天办事情亏来回 这就方便多了 这就促成 有这个必要 要把整个世界的文化融合成一体 你才能够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地球不是像从前 交通不变 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才各成很多的族群不同的文化 是这么产生的 这是有它这个历史的背景 那么今天在这个交通变节 科技发达的时候 自自然而它要融合 它要融合成一体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晓得 不能够没守成规 没守彼此互相还是有界限 那这个世界会很悲惨 没有和平 一定要走向整体的共存共荣 和平幸福 那是有这个去向 所以有此必要 刚才大师讲到慈悲 和我们一般世俗生活中间 经常使用的爱的区别的时候 大师说慈悲是一种理智的爱 是永恒不变的一种爱 实际上也就是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所说的神爱 那么这时我想起 这个佛经中间的 特别难理解的有八个字 叫做是同体大悲和无缘大慈 那么同体大悲和无缘大慈 我们很多人都非常难以理解 但是这又是理解慈悲 这样一种理智的爱的一个关键 大师能给我们开始一下 这个无缘大慈 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条件 无缘就是无条件的 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 不负责任何条件的 同体大悲 那这个是很深 意思很深 这是说明说 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所以它同体 那么这个同体很难得 近代的科学家发现了 他们是从数学里面推断的 这是我在澳洲有一个大学教授 他从美国太空总署网络上下载的 这一篇报道 拿来给我看 我看得很欢喜 最新的报道呢 它有三桩事情 第一个就是肯定了空间 空间不是真的 在某一种条件之下 空间会等于零 空间等于零 就是没有距离了 这个是一个发现 第二个发现呢 时间 时间呢也不是真的 时间在某一个条件之下 时间也等于零 时间等于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这是时空这两个大问题 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 但是他们现在发现 这个理论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能够实现 可是这种事情呢 在宗教里头 特别是像在这个 这个印度教跟佛教里面 早就实现了 那什么方法呢 禅定 在甚深禅定里面 没有时间没有空间 所以甚深禅定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过去 可以看到未来 那就是没有这个时间 你可以看到远距离 像祝福菩萨的世界 像天人的世界 那就是距离没有了 这是在禅定里面 什么原因呢 现在科学家讲 不同维持空间 那我在佛法里面讲十法界 十法界 十是一个代表数字 它不是数字 它代表无量 一到十 它代表无量 是一个圆满的 所以就是无量的法界 科学下来 不同维持空间是无量的 在灵人上讲无量的 跟佛法讲的那个法界 意思相同 可能是一个境界 这不同的讲法 那么这个能从什么产生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在佛经里面讲得清楚了 这个现象是我们的妄想 分别执着产生出来的 那你就懂得了 那禅定呢 禅定是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 那通通放下的时候 这个空间为四就不存在了 那就最突破了 定功越深 突破的境界越广也越深 所以你就能够看到过去未来 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这是你的本能 你知道过去未来 你知道整个宇宙 这本能 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呢 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呢 一天的话糊涂乱下 把你这个能力丧失掉了 所以丧失掉不是真的丧失掉 佛家讲的是暂时失掉的 因为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来 你的能力就恢复了 所以本能它不会失掉的 所以佛在经上讲 一切众生过过都是佛 跟这个祝佛如来 平等平等 没有差别 这是佛家讲的真平等 你现在不过是什么 是个糊涂佛而已 是个带着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佛 你那个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 总有一天 你会把他放下 把他甩掉 你就能恢复到你自己的自信 这个讲法是什么 我们想的是或情或离或乏 所以这讲时空的问题 另外一个发现就是宇宙的起源 科学家大多数现在都同意 宇宙是在膨胀 那这个膨胀的这种现象 那就是爆炸 所以大爆炸的这个理论 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在发现 大爆炸 到底什么东西爆炸出来的 总有个东西爆炸了 那现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它总有个弹子 才能爆炸了 到底什么东西呢 所以科学家把这个名词的时候 取个名叫原点 原点 这个原点有多大呢 他们的计算 他说我们头发 用比喻来说头发 我们比喻这个扇子是一根头发 把这个头发切断 切断这个头发的平面 平面的直径 从这一段到那一段 排这个宇宙的原点 排多少过呢 亿百万亿亿亿 后头三个亿 他说这个是原点 宇宙的原点 那么整个宇宙浓缩 就成为这一点 这么小 现在我们这个电子 电晶体那个时候浓缩很多东西 比这个原点差太多了 这个原点是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浓缩成一个原点 这个东西华言经上讲到 这其实有点像庄子说的 实际上是质大无外 质小无内 对对对 是的 他这个是佛经 华言经上讲到 华言经上称为卫尘 卫尘里面有世界 世界里面有卫尘 卫尘不大 世界没有缩小 所以在真正这个四十真相里头 没有大小 没有大小 没有内外 没有这个距离 也没有先后 这个才是四十真相 佛经上称为 诸法射相 这个很难懂 深这广 我们能想到 那个深我们想不到 深是怎么说的 这个世界里面有卫尘 那个卫尘变成世界的时候 它里头又有卫尘 卫尘里又有世界 重重无尽 所以它没有底 其广无边 其身无底 这个是宇宙之间的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佛法里的无数语叫 化而如是 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才肯定 整个宇宙是自己一体 既然是自己一体了 你还能有分别吗 牙齿跟舌头是一体 有的时候大家会想 牙齿咬到舌头 把舌头咬破了 那么舌头还要来反抗一下 把牙齿拔掉吗 那怎么不会呀 都是一体 整个宇宙是一体啊 所以说那不同的这个种族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一切众生 不但是我们人同有的 情与无情 同缘种之 无情是什么呢 是讲植物 是讲矿物 是讲整个宇宙自然现象 也是同一体 这个事情 我们学了佛之后 我们明白了 我们就落实了 家里面 房子里面的小动物 老鼠 蟑螂 蚂蚁 常常见的 很麻烦呢 现在我们能跟他沟通 蚂蚁泡到房间来了 我们就获得蚂蚁菩萨 你从哪里来 你就回到哪里去 我们彼此互相不相干扰 他懂 一个小时之后 他自己走 干干净净 一个都没有了 听话了 你不能伤害他了 你伤害他的时候 伤害又多 为什么呢 他报复心 仇恨 所以我们做朋友 不做敌人 所以连蟑螂老鼠都一样 你这好好的时候 他是菩萨嘛 我也是菩萨嘛 我们彼此都是菩萨嘛 你好好的勾动 非常有效 连花草树木都是如此 你爱心照顾他 他喜欢听鱼 我们就常常放佛号 读经给他听 长得特别好 花就开得特别美 特别香啊 他还在回报啊 其实可以沟通啊 那么这是矿物 所以这几年的时候 我是前三年前 还是两年前 三年前 有个同学 也是从网络上揭露下去 日本将本身不死 做这个水的事 水是矿物 他做了今年是第十年了 第十年 确确实证明啊 水会看 他会看文字 他会听 他懂得人的意思 所以他呢 把这个 比如说战争和平 写上战争 贴到这个玻璃杯上 贴上一个小时之后 把他从显微镜底下看的时候 那个 他显示出那个接近的图案啊 很不好看 好像很悲惨的样子 那个和平呢 像一朵花一样 雪花一样 非常美 但是他的试验 圣天的试验 从来没有两个图案相同的 那么他是一个学者 所以他也不信仰宗教 那我看到这个报告之后啊 我说他这跟《乐阴经》上讲的一样 《乐阴经》上 佛说过 他说 诸法所生 就是一切法得法生 因心成体 世界微尘 世界是最大的 那微尘是最小的 现在我们懂得 佛经上讲的微尘 就是世界的原点 一切因果 因心成体 那么这个心呢 就是我们的意念 所以 所有一切万物 整个宇宙是核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 旷无 我们人的意念 影响它 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的 静随心转 外面境界 随我们心转 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不要看风水了 我们的心好啊 那个不好的风水 我到那去一住啊 所有山和大地都变好了 随着我的意念转嘛 我的心也不好啊 人家说 那个风水宝地啊 我的心不好 心又贪嗔痴慢了 我到那里去住上个半年的时候 风水就变坏了 所以 看风水要从心里看 不要从外面看 外面看不准 心里看准确了 准极了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说 山和大地随着我们心转 然后你都想到 所有一些什么 天然灾害 自然灾害 不是的 是我们心里念头转的 那么一些人的善念 把整个宇宙就变善了 卧念的时候 把外面环境也变卧了 都在一念之间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那么许多宗教 虽然没有讲六道的 至少他讲承认 他有天堂 他有地狱 天堂地狱 天堂是善念变现的 地狱是卧念变现的 都在阴念之间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情欲无情 同缘众志 这个是真点 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很欢迎 科学家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但是科学家很可惜 他们有接触到佛法 他有接触到佛法 我相信会给他带来更多的灵感 他会有更多的突破 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刚才您的讲演中间 您讲到了印度尼西亚 这个国家的例子 因为印度尼西亚 现在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媒体上看 是一个比较社会混乱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但是呢 您对他们的政治领袖说 这个国家非常有希望 因为这个国家 有95%的人信仰宗教 那么另外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中国 中国现在世界上最安定 最稳定的一个国家 但是也有人说 我们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 那么按照您刚才的逻辑 就您推导印尼的那个逻辑 来推导中国的话 那么我们这种安定 实际上是很靠不住的 因为我们没有宗教 我们的人不信神 那么您觉得 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中国 中国有根 中国不信仰宗教 是在最近这一段时期 在过去不是这样的 所以它几千年来 接受圣贤的教诲 根深蒂固 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地区 那么印度尼西亚呢 他们 跟中国不能够相提并论 这个国家 在没有统一之前 是西方人的殖民地 那么脱离殖民地 自己建国的期限很短 好像只有几十年 二次大战之后 只有几十年历史 所以没有传统的历史源运 于是造成了许多的党派 我到里面去 一问的时候 大大小小党派有两百多个 那么出来建言总统的呢 听似有二十多个人 这是比较大的党派 有影响力的党派 所以民主有民主的长处 专制有专制的优点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度理事 要好好的到全世界去旅游 去观察 你自己才能够明了 到底哪个制度好 哪个制度不好 我觉得制度没有好不好 好不好责任 儒家讲的话是很有道理 人存正直 人亡珍惜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如果是个真正有道德 有智慧的 牺牲奉献 为人民服务的人 无论什么制度都好 那都是圣人 如果是没有道德 没有智慧 完全自私自利 只顾个人的享受 不顾人民死活的 不管什么制度都不好 我的看法是这个 那么中国跟西方呢 我在美国住的很久 过去中国十五年 跟美国人也常常接触 也常常谈讨 美国向全世界推行民主 我就认为这是它的错误 为什么呢 它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历史文化的根源 你们这个国家建国才两百年 真正的美国人是红番 现在变成极少数的民族了 那么你们都是从欧洲各个地方移民来的 到这块新大陆 移民来就是像我们做生意 每个人摆个摊子 这是一群摊贩的 摊贩的时候 你没有历史的约缘呢 那你要是找一个代表 那这个代表怎么产生呢 当然大家学去 我们推选一个代表 这个是获利的 获清获利的 这是对的 可是中国不行的 中国是老殿的 几千年子子孙孙传下来的 这个老殿你也叫它分家 也叫它是兄弟 这个个国分家 这是绝大错误 这是很不人道的事情 我说中国的这个制度 在美国行不通 美国的制度在中国同样也行不通 不能强加于人 强加于人 你代给人家是灾难啊 所以人家问我的时候 我惊恐法子 你赞成君主赞成民族 我说我赞成君主 君主有个什么好处呢 君主你看 你只要多历史 每一个朝代开过的帝王 他虽然有私心 但是他一定要顾及全国人民的福祉 他要疏忽人民福祉的话 只顾自己这个权力的或者是物质的享受的话 他那个政权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 所以你看看他培养接班人 这个在民族国家的绝对没有 国内里面最好的老师 最优秀的师资的时候 请来做太子的老师 他是受过最好的教育 他的老师真的是有德行有学问 好好教他 他将来做的帝王的时候 他能够好好地教老百姓 为人民服务 你要是真正读这个 你才晓得那个帝王是真负责人 你不相信你看看这个四库全书里面 那是乾隆编的 你看看清朝这个劣带帝王 你看看他们的言论 看看他们批的那些公文 你就晓得真的是爱国爱民 真的是怕做历史的罪人 一个不好的经义 他看到我要照你这样做 我将来在历史上被人骂了 他都写得很明白 他很聪明啊 他不迷惑啊 清朝之王 王在慈禧太后啊 那这个里头 在佛门讲的是另外一个因果的问题 凡事都有因缘 所以这个专制的时代的时候 他考虑得久 想得很深很远 民族上台只有四年 他不会想得那么久 想得那么深 所以这个事 我觉得是这个接班人的时候 无论在智慧德行 在这个心量上的时候 我会想得那么多 相当多的ويさ 有什么意义